张作霖背着手在正阳街转了一圈 然后转身又往回走 旁边是个胡同 正好是老高家战山烧过 就听胡同有人喊了一声 先生吃烧鸡吗 我这烧鸡可太得位了 不信您先品尝品尝 张作霖听着声音非常熟悉 用眼角一飘 一看是汤二虎 戴着破帽 穿着平民的百姓衣服 腰里扎着带子 手中提着个石盒 张作霖一见是又惊又喜 想急于见到自己的人 因此张作霖就摆手 买烧鸡的 过来过来过来 有鸡咋没 咬非常得位 二虎把石盒放下 盖掀开 张作霖 哈欠要假装买东西 两个人离得非常近 张作霖这才问 二虎 你怎么来了 哎呀 家里人都开了锅了 说什么这都有 风言风语 说你一到了西民府 就被官府给抓住了 有的说打球车 装目龙 送到凤天去了 哎呦 都把我们急死了 弟兄们不放心 让我化妆开办 前来探听消息 我在这都转有一天了 你怎么样 没事 回去转告弟兄们 放心 那下尾的事怎么样 还没停着心呢 我估摸着不会有变化 也许官府的事情太多 顾不及咱们的事 再安心等个三天五日 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鲁莽行事 我说团连长 我把队伍都拉来了 就在西民府北关外 柳树毛子 拉了一百多人 如果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他妈就打下西民府 别 千万不要捅娄子 队伍拉了也好 就在城外听我的信 我怎么能见着你呢 就这样 明天这时候 你还来卖烧鸡 我还买你的东西 咱俩街头 天天如是 好了 说这话张作霖 用眼角余光 往身后一瞅 有那么几位 贼头贼脑的 哦 盯着我呢 不宜多贪啊 张作霖买了几串鸡杂 又买了半只烧鸡 趟二胡走了 张作霖用手拖着 悠闲自得 好像什么事也没有 又回到客栈 就这样 第二天跟二胡又接了下头 还没什么消息 转眼之间 张作霖到了新民客栈 第八天头上 那赵京城来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张团连长 知府大人有请 呼 张作霖的心呢 像开了两扇门似的 跟着他 直接赶奔知府衙门 这回没到花厅 而是赶奔二堂 到二堂 张作霖一瞅 知府是满身的官服啊 戴补子的衣服 也穿上了 是刨挂整齐 一看张作霖来了 知府大人 微微欠欠身 哈哈哈哈 张义是请坐 你提出的两项要求 将军大人 已经恩准 是吗 对 就按你要求那么办 既往不咎 一笔勾销 你还保持原班人马 一个也不裁剪 另外 已经下围了 将军大人 命你身为新民府 巡访营 马队营的管带 伟人状下来 当时把公文往前一笔 张作霖认字不多 反正根据这个 方才说这意思 看看是怎么回事 先红的大印在上面盖着呢 张作霖跪到 谢过朝廷的恩殿 又谢过将军大人 和知府大人 马上更换官府 另外说 这算个什么官 巡访营的管带 张作霖 一开始就是个营长 马队营的营长 两杠一个花 那就不错了 就 另外 孙烈臣 张作相 唐玉林 这仨人 全任命为他手下的少官 少官就是连长 那么在下头了 是班长 排长了 这些事 张作霖有权安排 官府不过多的过问 这实体一交给 张作霖是心花怒放 这回可保着险了 回到新兵客栈 马上跟赵京城商议 回八角台拉队 张作霖第二天 骑着高头大马 回了八角台 哎呦 三位举人听说 早就列队在这恭候着 手下弟兄一瞅 和团连长换了官府了 官一下子 从今以后 我们把土匪的皮也剥掉了 也算国家的军人了 自然感觉到非常非常高兴 就这样 张作霖回来 召集弟兄们 如实传达了将军大人的训令 然后把事情一说 大伙非常高兴 列队赶奔新民府 到了新民 全都换了官府了 枪不拳的发枪 马不骑的发马 这帮人洗完了澡 换上军服 嘿 对着镜子一照啊 那想的也有今天啊 你想想那土匪是迫不得已 谁不想干这个 起码能堂堂正正的做人 和走道上能趾高气扬 不像再早偷偷摸摸 被官府抓住 冒着砍头的危险 这都没了 浑身也叫得轻快 没过几天 张作霖 张作相 孙烈臣 把家属也接进新民府 曾运特别指示 在新民城里 给拨出几套宅子来 张营官 那是官一下啊 也得有公管呢 搬进新公管 张作霖是开始走马上任 这件事 就是公元一九零二年六月三日的事 也是张作霖 这一生 转折点啊 打这之后是步入仕途 一天比一天强的多 那么他的指责是干什么呢 马队寻访营 就是剿匪 就是保镜安民 天天离不开拼命 离不开打当 保护地面的治安嘛 有时候领着马队 到新民府司外去巡逻 发现有土匪 连抓再打 就干这事 张作霖早就想好了 我这次接受招安 我得干出个样子来 我跟旁人不一样 起码 我得牢牢地站稳脚跟 上日圣经将军增齐 下至新民之父增运 让他们知道 我这人不白给 不这样的话 早晚还得有风险 因此张作霖要求手下的庇佣 千千万万遵守军纪 对老百姓 不准打不准骂 不准抢不准夺 不准调戏妇女呀 不准迟到早退 哪一个违反了军机 休怪张某不讲义气 除此之外都行 你说这当官的抓得紧 彼此自然就跟得紧 就到了新民府不到俩院 各界劈起张营官的马队营来 无不条大之称赞 这才叫正式的军队 也威风 也负责任 不管哪里出了事 闻风而道 而且这支军队 那战斗力极强啊 老百姓不断的把这个事 反映给新民知府曾运 曾运挺高兴 行 在我手下有这么一员虎将 对我没有坏处 突然这一天 接着奉天将军署的攻势 知府马上派人 把张作霖给找来了 张作霖十里之地 站到旁边 知府这阵就不用客气了 正好是上下机 张营官在 将军大人攻势又到了 现在辽西巨匪金兽山 活动得极其惨狂 各方面反映 各方面反映极其强烈 因此将军军令 命令率本部人马 在一个月内 脚平金兽山 此令 尽力 张作霖 张作霖接受了任务 回去了 马上把仨少官找来了 孙烈臣张作霖向唐二胡 把事情一传达 唐二胡一听 乐得把大腿一拍 他把金兽山这个狗 我早就想收拾他 这小子有奶便是娘 我哥 兄弟下命令吧 哥哥我暴打前提 不是收拾他吗 我一个人暴下来了 张作霖扁冰头 哥哥 有你这份勇气 我想收拾金兽山 不费吹灰之力 不过 据我所知 现在金兽山 不是当年的金兽山了 听说他现在 有后台呀 杀恶大鼻子支持他 手下也能有好几百人 而且飘忽不定 有时在北镇 有时在中安埔 有时候到吉栋域和龙昌一带活动 还有时出入在柳树毛子一带 像这样一个巨匪 咱们哪能轻易对待 大伙一听张作霖说的对 那怎么办 先摸笔 张作霖 把胡老嘎请上来了 胡老嘎跟随张作霖多年呢 一直做侦查联络工作 现在在张作霖手下 当别报组的组长 仍然没离开本行 大伙拿他当老前辈 格外的敬重 胡老嘎可没穿军服 穿的便衣 见着张作霖之后 落座 张作霖把事情跟他讲说一遍 要求他卖卖老 把详细的笔细摸清楚 胡老嘎乐了 雨婷啊 我老了 脑筋也迟钝 腿脚也不那么灵活了 我怕耽误了大事 但是呢 我向你举荐一人 我孙子铁袋 可以接替我工作 那孩子脑瓜灵啊 打仗也有两下子 管也直 马术也平静 不知的雨婷 意下如何 提起铁袋的 张作霖太熟了 眼瞅着他长大的 有一年他被绑票 还是张作霖给赎回来的 现在 他也住在新民府马队营 不过当一个普通的棚头 经过胡老嘎的推荐 张作霖变头了 好 马上叫他来 您老干不动了 在新民府养老 就有铁袋 接铁民的工作 时间不大 铁袋来了 小伙的辈儿精神 就是长得黑一点 要不怎么叫铁袋 跟张作霖也不见外 行过军礼之后 张作霖让他坐下 我铁袋 从现在开始 你就在谍报组里工作 你爷爷跑不动了 你接替他 当这小官 你愿意吗 愿意 好 铁袋 有这么个事 你千万要摸清楚 金兽山现在 在什么地方 他经常住在什么地方 他周围有多少保镖 他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大 他跟俄国人都怎样联系 我献你在十天之内 把这笔记摸清 你可算帮了我的大忙了 愿意吗 愿意 这事你教着我吧 用不了十天 顶多七天 我就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好 张作霖说你放心 有什么困难 尽管提出来 要钱 咱有的是 就这样 撇袋下去了 那小伙心里想 既然 张作霖原来是土匪 跟金兽山经常打交道 谁认识铁袋啊 所以是比较方便的 要真换成胡牢嘎呀 就不好办了 因为金兽山 和他手下的四梁八柱 都认得胡牢嘎 当初在一起混过多年呢 所以铁袋化妆生修鞋的 到了北镇了 找个不欺眼的小店住下 然后背个箱子 东串西串 一打听啊 金兽山 没在北镇 在中安埔 第二天 他又到中安埔 就在东门口 摆了个地摊 开始修鞋 这个中安埔的东门呢 就是正门 人呐 车呀 都在这通过 铁袋一瞅 周围是大土围子 这土围子高了下 没两丈也差不多 又高又厚 外边还瓢了两道大沟 要赶上雨水大的时候 这沟里要净是水呀 人还真过不去 一看大木头的炸了门 开着一半 门上都夹着四个缸 对出来进去的人 有时候得受检查 背什么东西 他们得打开开一看 因为这里势力繁卫 属于金兽山 他就是这里土皇上 那么说官府怎么不管 官府没那能力 现在势力达不到这儿 所以土匪才多如牛毛 才各自称王称霸 这铁袋修了一会儿鞋 突然发现 有两个恶的鼻子 也懒眼珠 金头发 倒背着金钩 嘎嘎楼的大枪 骑着马 进了中安埔了 怪不得金兽山 现在腰板子硬呢 跟鹅大鼻子处得不错呀 恶国兵还上这儿来 这个笔我可得摸清 不然的话 我们发兵就来 再把恶国人给伤着 将来引起国际交涉了 这事就麻烦了 打这一天开始 他天天在这修鞋 金兽山手下那些人 哪里都有啊 说修修鞋 这也不是说什么 不可能的事 有不少人到这儿来了 修鞋 是掌啊 是缝啊 撇到手艺也好 过去他学过这个 掌完鞋之后 价格还特别公道 没钱还就不要 所以金兽山手下 这些弟兄啊 没过两三天 跟铁袋就混熟了 其中啊 有个火夫头 是个大胖子 挺爱找便宜 连修了六双鞋 铁袋都没要钱 他就跟他拉起话来了 小兄弟 哪儿的人呢 我是八脚台的人 八脚台的怎么到这儿了 日子不得过呀 种地能挣几个钱呢 出来耍耍手艺 怎么的也比那富裕的多 家还什么人 父母都不在了 我跟我叔叔长大的 我说八脚台 有个著名的张景辉 张作霖 你见过没 听说过 没见过 现在人家都了不起了 都在新民府当了官了 你怎么没跟着去战争光啊 人家怎么能认识我呀 我算个干什么的 没我的事 哦 铁袋跟他这一数一看 这家挺爱唠嗑 就问他 我说 老哥哥 您这儿归谁管呢 你还不知道 听我详细 道 来 备 咱们 探前 无论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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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